欢迎来到中年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。 事实证明,31岁无人敢娶的迪丽热巴,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 娱乐圈中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光芒,迪丽热巴以她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粉丝的心。 如今,尽管31岁的她被戏称为无人敢娶,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段崭新的旅程,继续谱写她精彩人生的篇章。 迪丽热巴诞生于新疆乌鲁木齐,这片土地赋予了她独特的魅力与风采。 她自幼便对表演怀抱热情,9岁时便跟随父亲前往艺术学院学习舞蹈,15岁毕业后即成为新疆歌舞团的舞蹈演员。 这段经历不仅锤炼了她的身体,更培养了她对艺术的热忱与坚韧。 迪丽热巴于2009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,从此展开了她的专业演艺生涯。 她在校期间,积极参与各种演出和比赛,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舞台表现能力。 2010年,她参加了陆川导演执导的《电影王的盛宴》在上海举办的鱼姬角色海选。 尽管没有获得演出机会,但这次经历加深了她对从事演艺事业的决心。 接下来,她陆续参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,如《大漠遥威》《时代之恋》《古剑奇谈》等,逐渐在娱乐圈中展露头角。 迪丽热巴真正声名确起的作品是2015年的爱情剧《克拉恋人》。 她在剧中饰演的高文艺角赢得了观众的热爱,也因此获得了高人气,并斩获了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。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认可,更是她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。 此后,迪丽热巴的事业蒸蒸日上,她相继主演了多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和电影,包括《麻辣变形》既漂亮的李慧珍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。 她的表演技艺越发精湛,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的角色形象由她细腻塑造而成。 此外,她还积极涉足各类综艺节目和公益活动,展现了她多才多艺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。 以目前来看,迪丽热巴已经是娱乐圈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之一。 通过勤奋和才华的双重体现,她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,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 新疆出身的女演员迪丽热巴,以她精致的容颜和火辣的身材在娱乐圈独树一帜,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。 然而,随着她的人气飙升,各种争议和质疑也纷至他来,使得她在星光璀璨的背后,也面临着诸多挑战。 迪丽热巴最吸引眼球的标签,毫无疑问在于她的外貌和身材。 她深邃的眼神和挺拔的鼻梁,再加上让人艳羡的身材曲线,总能在镜头前展现出迷人的魅力。 她的优点也因此成为了她受到攻击的原因之一。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舞台上,有人对她赞美有加,也有人对她心生嫉妒。 迪丽热巴不断遭受着黑料的攻击,似乎这成了她无法摆脱的阴影。 迪丽热巴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获奖争议。 她在某届精英电视艺术节上,凭借出色的表现在漂亮的李慧珍中,获得了备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 这个奖项的颁发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质疑,因为有人认为她的演技不足以胜过孙丽、樱桃等实力派演员,因此这个奖项存在着水分。 这些质疑不仅损害了迪丽热巴的声誉,也让她的粉丝感到无奈和愤怒。 她的形象不仅受到了这些绯闻的影响,同时也遭受到了私生活的侵扰。 特别是涉及到黄景瑜的绯闻,转得沸沸扬扬。 由网友爆料称两人以秘密结婚并育有子女,这样的传闻毫无疑问给迪丽热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她还曾为迪奥等涉嫌辱华品牌代言,这一举动损害了她的形象,不仅影响了她的商业价值,还让她的粉丝感到失望和痛心。 尽管备受争议与挑战,迪丽热巴仍然坚守乐观坚韧之态。 她深谙娱乐圈的残酷无情,也清楚自身必须不断提升专业实力与形象。 她表示会持续努力工作,为观众呈现更多出色的作品和表演,同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社会活动,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 我们期待迪丽热巴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,展现出她的实力和才华,赢得更多观众和粉丝的支持和喜爱。 她需要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我们也期望她能够在面对各种争议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智的态度,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应对那些质疑和攻击,只有如此,她才能在娱乐圈中取得更大更稳固的成就。 来自新疆的迪丽热巴,以她的坚韧和才华在娱乐圈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。 她一直保持最初的信念,以实际行动和作品来回应争议和挑战。 在未来,她将持续不断地观看视频,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